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红法讲座 人生薄热薄明何时 照见乌云皆空 独一切苦 无望 沙粒子 色不亦空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色相心是一副事 作词 无双相心是一副事 无叶耳鼻舌声音 无色声香味出发 无言间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亦无一情 乃至无老司 亦无老司情 无苦击灭到 不知无达 无法无疗 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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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体就是要真实地去感受 用你的身心生命去感受 这个世间一切变化无常 所以各位要像今天一样 一天的时间我们来受保患在界 来皈依 要来受无界 要来修十善业 甚至远用菩提心来修行 老实说啦 就像你跑遍全世界 拥有全世界的财产 但是各位都知道 那个都是带不走的 虚幻的 那只是一个因缘果报 所谓叫因缘果报就是说 就像你的身体 比较健康 生病 长寿 高矮 胖瘦 这是你的因缘果报 业 但是呢 那是暂时的 有时候人会为了十公分 在那边计较老半天 一百六跟一百七 好像差很多 多一个零 少一个零 差很多 双眼皮 单眼皮 干脆给你三眼皮好了 但是为什么 别人鼻子比较高 我的鼻子比较矮 为什么别人住的家比较大 我的家比较小 这个就是 肤浅 就是聪明 不是智慧 因为就是怕输人家 为什么怕输人家呢 因为面子的问题 什么叫面子 那就是我职 绝对有一个我 我要比别人好 我不能输人家 所以就有这个比较性 如果这边现场人都一百四十公分 就你一百五 你就很骄傲了 那人就是这样子 有这种分别比较 但是却忘了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我想生命的本质 各位都会知道 你想 无常苦 我们这个身体肉体 世界那一切都是变化无常 生老病死 这一点你要经常去思维 如果你不去思维 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八观灾戒 每个人到时候我也来受八观灾戒 就是要断除轮回的因 所以它有功德 八观灾戒一天的功德 超过一辈子受五戒的功德 为什么 因为它体悟到无常 那受五戒 那是吧 是一个因果道德 那至少你受五戒 不会堕落地狱轨道出生道 这样 但是我们都怕地狱轨道出生道 那明明我们在人道 那做人这么殊胜 那么应该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人才可以成佛 所以 那我们要体悟这个道理 这个世间 一切都是因果轮回的问题 那只要我们累次造了一夜 善夜恶夜 到现在还在造 因为我们的念头一直在动 哪怕我们今天这么努力在修行 也是在无常里面 那至少我们在无常里面 累积一个 念一下 善业 解脱的因 净土的资粮 成佛的资粮 那这样我们就 没有浪费我们的生命 但是如果各位今天说 有人说我给你一百万英镑赚 你不要来受八观灾戒 好不好 真的吗 对 要很勇敢 你老公说 你不要去受八观灾戒 我就不跟你离婚 你好不好 No 我要受八观灾戒 那个只是一种感情 你爱上一只狗 事实上那只狗是你儿子而已 没有别的道理 但是很可怕 它会比你早死 但是如果你对那只狗 执着的要命 更有另外一种可怕 如果你真的放不下它 它下辈子还投胎做狗 你就会去陪它做狗 你还要跟它在一起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人爱狗超过人爱人 为什么 因为那个狗 我们跟它之间的感情 那只猫 大部分都是孩子来投胎的 甚至是堕胎的小孩 又来投胎了 如果你没有超度它 你还是欠它感情在 肉体在 你还是会更疼它 那时候老婆姐 又要想说爱比你苦 因为它又会比你早死 那这些道理 各位要一直去思维 一直去思维 生命活着还真苦 没有一样快乐 请问各位 坐在这边的法师快不快乐 不快乐 但是我可以接受这个 因为本来这个身体就很痛苦 对不对 然后为了传戒 师父你又穿了 没办法了 要传戒了 你知道这边还好 我们在天气四十度 五十度都还穿着这个 因为没办法 所以 但是这个苦有意义 修菩萨道就是要修空性 为什么要有空性 就是不怕苦 你才可以修空性 才可以做菩萨 菩萨要不要下地狱 要不要下地狱 要啊 你不知道地狱 怎么度地狱的人呢 但是如果你怕苦 你就不行 菩萨要不要投胎做动物 要啊 你喜欢狗吗 那你要投胎在很多动物的地方去度它们 你要超度鬼吗 那你要跟它合在一起 请问观音菩萨有没有做鬼啊 面然大师就是观音菩萨做了 他一直在被火烧 跟同样的鬼受同样的苦 但是以这样子的同事 跟他们合为一体 引领他们超度 但是如果一个菩萨觉得说 还有一个我的身体在受苦 我的生命在受苦 他就做不了菩萨 所以菩萨为什么要一直强调空性 无我的空性 破我直 那你才能够圆满悲心菩提心 这样 所以至少我们了解这个了 所以现在以后各位生病来了 痛苦来了 你要认为说 那个是破我直最好的机会 不会骄傲 这样对吗 不然我说我很有钱很漂亮 你很有钱也很漂亮 拉个肚子你就惨了 你不要骄傲 所以我们 但是世间现在就是表现骄傲 谁的地位 读书 外表 穿衣服 车子 好像每个人都在比这个 国与国之间 公司与公司之间 人与人之间 都一直在凸显自己 也会赢过别人 那各位要知道 所以你修行要知道 哦 原来生命的敌人不在外面 是自己的 无名 居然去执着这些变化无常的 而且执着有一个我的存在 那当然你要做菩萨 那根本不能有这个我 现在你活得很健康 明天你去视线得癌症 三个月以后死 然后这三个月得癌症 坐在癌症医院 你就可以度癌症的病人 要不要去 想说 弄 那弄你就不是菩萨 不是菩萨你就 没办法成佛 所以为什么要劝人 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是因为 你从极乐世界再来 你就没问题 因为极乐世界 你就可以证得 无身法忍 无我的空性 视线什么都没关系 而且永远不退转 阿必八字大悲不退转 当然做一个菩萨 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 历代祖师菩萨 都劝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时候再来没问题 做神父被稍微无所谓 你今天要做一个菩萨 各种宗教 各种情况你都要去参与 你不能说 我是佛教徒 你不同宗教 我不参与 那就不是菩萨 菩萨是什么 念一下 大悲普负 他的大悲心 普负一切 所以为什么要有空性 空就是融入一切 无我就融入一切 你变石头我就变石头 你变花我就变花 你变恶仪我就变恶仪 如果像各位这么爱漂亮 下辈子叫你去视线做恶仪 Oh no 这么丑我做恶仪 那你就度不了恶仪了 所以我想做菩萨 就像观音菩萨 普门视线 对方视线什么 他就做什么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不方便 因为很多人有 现在的社会有讲个性 讲个人的私生活 但是我们出家 没有我们出家 像我刚出家 我们睡的地方是36个人睡一间 根本睡不着 为什么有人晚睡 刚刚睡有人又早起 那两点半他要起来拜佛 然后这个就是师父说 就是要这样磨念 磨念到你心里平静 那有些法师他就说 哎呀你们这边吵 我就躲远一点 我要打坐 那我师父说 那你也没用 因为你偷偷躲到楼梯旁边去打坐 那你就没有跟大众融在一起 你还是享受孤独的生活 你最多修解脱道 不能修菩萨道 所以菩萨道各位要 故意去磨念自己 哪里有困难 哪里有灾难 哪里有不方便 各位要去视线 所以现在英国有一点脱欧问题 所以各位故意要移民来英国 对不对啊 我要来帮英国 所以哪里有灾难 然后下回话 摩西哥你也要去吧 下回话 非洲你要跑第一个 而且要带好福报去 修了很多福报 到非洲去做一个 不失金钱的人 对不对 替他们受苦 所以这个就是 伟大的佛陀要我们学习的 了解众生苦 发起大悲心 成就菩提心 不然的话就没办法度众生 所以呢 这件衣服是地藏王菩萨设计的 地藏王菩萨为了开发 九华山道场 他跟敏工要土地 他说把他的袈裟红色的布 覆盖上去 然后就把付了整个九华 九朵莲花 所以叫九华山 那这个布上面有二十五块布 为什么呢 因为地藏王菩萨的悲愿 整个所有的众生合起来有二十五种 所以我们叫二十五有 所以这个布有二十五块连起来 各位要不要穿 一定要说要 不穿就不是菩萨 我要穿起来承担 所以海青代表一种 惭愧黄色的代表空性 这个意思 在空性的范围之内 在这种忍入空性 无我的状态 发起大悲心 要去承担所有众生的苦 那事实上 那这也是佛陀要我们学佛的本意 我想各位今天来 受一次一天的八万灾戒 但是我们想的是 为众生受戒 鬼也好 受戒也好 我们做了很多功德 然后我们站长法师慈悲 为我们解释五戒 十三业 功德修行 虽然我们时间不够长 但是要麻烦各位自己多多看看经典 或善知识的书 了解五戒的功德 如果你了解 我想没有人不受了 因为大家都要快乐 所以当然我先简单的这样解 生命本来就是痛苦了 所以我们要把握 所以生命的目的就是要解脱痛苦 那你要解脱痛苦 你就要消除贪嗔痴 所以不让自己再造业 像今天各位就不容易造业 今天在八万灾戒的加持 大家念佛念法念生 听闻佛法慈戒等等 还要布施帮助众生 如果你能够经常如此 那就是很有智慧很有福报的人 所以各位要羡慕 哎呀哪一天换你出家 好不好 特别在英国出家 那你功德太大了 因为没出家人 没有 没有本地的 都是外地的 像我们这种流浪汉 所以 但是英国难道不需要佛法吗 各位现在至少住在英国 搞不好你已经拿英国的居民护照了 你是英国人 对不对 但是你会讲英文 又认识那么多朋友 你会讲中文 那你要很积极的去推广佛法 所以我想各位要有这个愿力 希望下回我带更多的英国人来受八万灾戒 跟谁受 跟你受 你传给他们 早上说了 你受过八万灾戒的人 那在没有正式法师传法 你可以代替 传给他们八万灾戒 告诉他们 大家怎么来受戒 怎么来修行 为什么要受五戒 受五戒 你就不会造恶业 不会造恶业 就不会堕落地狱 鬼道出生道 现世也不会有什么大车祸 大灾难 大病苦 这样 所以不杀生的人得无病长寿 不偷到的人 不找小偷 没有这种金钱的灾难 比较富贵 不邪淫的人家庭平安快乐 人际关系好 不妄语的人福报大 法缘人员好 不喝酒的人意志坚定 没有三十六种过失 所以呢 那这些都是一个福报的基础 但是我们站在菩提心 我们不是为了自己 自己做 但是功德供养给众生 各位这记住很重要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 你不要生气 你不生气的在这个功德 默默回向给他就可以了 他就不会生气了 不然就是五十步 笑百步这样而已 你怪不得讲不动对方 一个人为什么影响不了对方 因为你没有达到究竟 这样 所以你的儿子怎么样 儿子妈妈 儿子怎么样 都是爸爸妈妈传给他的 那你要改变儿子 那你唯有改变自己 永远记住这个道理 那你才会更精进 所以今天一个人手包万在戒 一日一夜就可以影响整个世界 整个社会了 你都没有跟对方讲话 但是他已经影响出去了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这个真理 缘起 信空 一切的存在都是互相影响而存在 没有单独的存在 所以各位要用好的影响力 善业去影响这个世界 不要用恶业去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你一个人吃树 虽然你一个人吃树 但是这个世界就被你影响 就像你在这个世界多种一棵树 这个世界空气有没有好一点 就这个意思 所以现在种种环保 从个人做起 所以你当然你究竟成佛了 那这个世界会因为你改变 所以要这样追求 无戒者即是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此无戒是一切戒之基础 全人生 什么叫全人生 健康 财富 家庭美满 口才好 脑筋好 意志坚强 这个一个圆满的人生 这样你才 这个变成个法器 如果你有个圆满的人生 那你在做什么就方便 叫全人生 去解脱 那不会堕落伤恶道 而且 戒将来可以正顺解脱之本 那是无上菩提之本 所以如等既发心求授 这个发心很重要 各位要发无上菩提心 好不好 不要为个人解脱 或是个人的福报 但是你不为个人福报 而发为众生受戒 你反而得到的福报更大 因为回向给一个人是一份功德 回向给无量众生变成无量功德 所以早上说了 为个人的快乐受八万哉戒 二十小节 但是为无上菩提受八万哉戒 两百万节 所以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发无上心 来求授五戒 那这个发无上心 守五戒 就像各位皈依的 你要想 愿所有众生将来都可以 天空佛法皈依三宝 这样 哪怕一身蚂蚁 但是各位 你现在对人 你可能没办法 因为他已经有固定的信仰 但是对动物 对无形众生 对天神 你要经常念 皈依佛皈依法 皈依神 两者很习惯 碰到大海 吹到风 看到树林 愿这些树林 这些众生 乃是树里面的鸟 蚂蚁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 那我带各位念三皈依咒 念一下 Ong Pukam 这是个皈 这个皈就是让他们听到的都皈依 Ong Pukam Ong Pukam Ong Pukam 把它背起来 不但他们皈依 而且整个地方都净化掉 也叫转 不干净为清净的咒语 所以我们都用这种菩提心当愿众生 我想各位今天皈依受五戒 喜不希望你的儿子受戒 当然希望 为什么希望 爱他嘛 慈悲 喜不希望爸爸妈妈受戒 当然 因为我们希望他们现在好 来世也好 慈戒可以有福报 慈戒可以升天 慈戒可以种下解脱之本 慈戒可以成佛 所以 希望大家都去影响别人 但是你要影响别人 你自己要做得好 所以为什么菩萨要会煮饭 要会讲话 要会笑 要会做事 走到哪里 人人欢迎 像个影格心一样 因为这样是为了让对方看到你 那愿意接受你的佛法 人格 就像释迦牟尼佛的人格 有没有圆满 太圆满 所以 各位为了这一点 虽然我们只是传个简单的上规五戒 但是你要有很圆满 很圆满的人格 所以在这一点我一直强调 因为各位有家庭 如果今天你是个佛教徒 你先生没有信仰 你的儿子很喜欢基督教 如果你都可以让他们从心里佩服你 那你是真正的佛教徒 佛教徒不是给他讲经说法 说教 佛教徒是用你的心 达摩祖师最重要 再念词 以心传心 不立文字 这是你给别人的一个感受 一种心态 而且特别各位喜欢度鬼神 超度了 连鬼都要尊敬你 因为你的心态 动机 这个是你必须培养的 所以你必须在你的人群 单位里面 成为一个被尊敬尊重的人 那你一定是很道德 很忍辱 很慈悲 而且默默的不断的在 为他们修功德回向 嘴巴不讲他们错 心里承担他们的业 广修功德要回向给他们 那学佛要变成一个默默行善的人 所以那这样呢 用发这样的心来持戒 不负 所以受以应延迟 那既然各位受戒了 叫言格持好纪律 不负禁士之圣民 三规一的地址叫禁士 就是接近侍奉三宝的人 就像你是国王的侍卫 你不能做不好 对不对 你已经接近了 接近了 三宝这么接近了 那你应该做得比别人好 卢等既知五界之大义 今当起立端柄虔诚 自心奉请三宝万灵 而为正乎 自心做官 随我引请 这个官各位一定要学 官是 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 他真的降临了 事实上有没有降临 有没有 有 只是我们这个业障的眼睛 看不见了 一句 南无大悲观音菩萨 马上降临 这是百分之一百 各位一定要相信我 强调再强调 好不好 那你一合掌 我心情不好 南无大悲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来了 你跟观音菩萨 请恕你的心态 求观音菩萨加持你 OK 你永远就不会依赖别人 老公你怎么不接我电话 不用打给他 打给阿弥陀佛就好 他听你电话 还给你挂你 烦不烦 但是佛菩萨永远 所以观音菩萨是永远的 请听者叫观世音 就怕你不念他的名字 就怕你不起请他 阿弥陀佛 要是佛 不动佛 任何一位都一样 所以 福利不可失忆 所以各位要这样做观 诸佛菩萨都降临了 这个比结婚重要 百千万亿 一倍欧 这个是影响到了我们的 生生世世的生命 然后呢 诸佛菩萨 护法神都来降临 这个世间 古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要受戒 连皇帝都要知道 我们国家有这么重要的人 替国家 所以我们要受戒 连所有的神明都知道 再来忏悔 我们无始罪业 葬必本心 很多人说我想要学佛 看着老半天经典看不懂 因为他业障没消除 这简单的经典 他也体悟不了 嘴巴会念 但不了解意思 所以这一点 并不是说 你很会读书 你读到博士 你就会看经典 还是看不懂 会念 看不懂 不懂得用 所以为什么要 要累积之良 忏除业障 你才可以了解 什么叫菩提心 什么叫空性 不然没办法 你就得不到戒体 也得不到佛陀的心法 但是各位一定要承认 上面所做的 你都有做 上面所犯的 你都有犯 一方面是因为过去世 我们可能都犯 像我 老实说我毁谤过佛法 因为一开始 我刚学佛的时候 是学净土宗 学了半年 然后呢 当然也认真 后来他们就教我 去学巴黎文的解脱道 我就到缅甸 结果我去了以后 哎呀 我就是这个念佛 不究竟 对不对 然后我在那边 学了一两年以后 然后又回到 又在台湾 然后又开始学大乘佛教 嗯 还是这个究竟 但那个时候 还不喜欢念佛 那听人家念 我说你不能不要念这个 因为我被影响了 环境就是这样 所以学佛没有清净到善知识 很容易毁谤佛法 很容易毁谤 后来有人叫我去 做电视台的访问 访问上师 我才听一听 哎呦 道理不错 这样 所以那我就有因缘了 所以对我来讲 基督教 天主教 道教 儒教 佛教的各众派 我都有参与过 现在想一想 这也是我的福报 但是过去都造了这些业的啦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虔称 过去有没有杀过爸爸妈妈 有没有 你要说有 你杀死一只猫 都是爸爸妈妈 你在这个世间都有业的 没办法的 没办法的 多一个胎等于杀掉多少亲戚朋友 而且你的儿女有可能都是你过去的妈妈要来投胎的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去伤害她 都是跟你很接近很接近的缘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爱小孩 就这个意思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各位 我再问 有没有杀过父母 有 真是如此 像我妈妈从小把我一只我最爱的狗把她放生了 还有我哭了很久 我到现在这个年纪我还会想到她 我只要经过我妈妈放的地方 我就在那边停了十分钟 在那边默哀 因为我小时候经常跑去那边等 我妈妈 奇怪你怎么一个两个钟都没回来 我就跑去那个地方等 我找我的爱人 噜噜噜噜噜噜你在哪里 所以我后来跟我妈妈说 我说妈妈 你要忏悔不然以后你会被抛弃 你乱讲我那怕抛弃 因为我妈妈就被我被她爸爸抛弃 说一下他从小恨她爸爸 叫我不能叫他外公叫他外公 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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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因為我妈妈有这个叶 有这个叶 共犯是我哥哥 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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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兩個一 harden 因为我哥哥不喜欢狗 我妈妈就把他带来给放了 但是这个业就在了 所以我妈妈在世 我都跟他说 妈妈你要忏悔 因为这个 我已经努力超度他 但是他一定会跟你结二元的 我甚至跪下来跟那只狗说 你要体谅我妈妈 所以我想各位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很多时间做了很多错的事情不知道 所以各位要经常拜八十八佛 就这个意思 甚至做错什么不知道 那你要拜慈悲三昧水灿 因为三昧水灿把一个人生口意 因为贪嗔痴 酸肿烦恼 生口意所可能造了一切恶业 而且这个恶业会让你堕落地狱到二鬼到处 那怎么样的苦 写得非常清楚 就像一个大开刀一样 三昧水灿 一天就可以拜完 各位可以去把本子请过来 有简体的 有繁体的 自己在家里拜 千万不要依赖我们这边有没有法会怎么拜 拜有没有法师代都不重要 重点是你有没有按照经文去忏悔 这样就好了 要虔诚的忏悔 特别各位现在受五戒 当然要忏悔 杀身 偷盗 邪淫 忘语 喝酒 我这五样都有 但是各位你也不用太烦恼 再大的恶业 就像在天主教 天主教 基督教相信再大的业在主在玛利亚面前忏悔 这个业也没有消掉了 这就是耶稣基督存在的目的 耶稣基督就是在承担众生的恶业 替众生背十字架了 所以你忏悔完以后 重点是赶快去帮助别人造善业 不要停在那边 因为你不会再犯 经过你虔诚的忏悔 你不再犯 当然很多人说 师父我已经念完十万遍 恩本扎撒多后 还念常咒 百字明咒 我说 如果你没有真实的忏悔心 只是追求念完十万遍 没有用 你还不如在路边看到人说 恩本扎撒多后 我对不起你 这样还比较快一点 对众生有这种惭愧心 悲心 这个比较有用 你还不如站在路边跟人家合掌 你好 你好 阿弥陀佛 比你在家里偷拜十万 拜好一点 因为大乘佛教为什么要这样 不是说拜佛错 如果你没有一个对众生的这种对境 这种惭愧跟悲心 那你是为了要追求自己的 赶快做完这个前行 我可以得到什么 那就没有用 你念一百万遍也没有用 所以我想一个动机很重要 所以你念了十万遍的佛 有没有没事跟你老公说我爱你 有没有讲 我讲 不讲了 我不骂他不错了 还我爱你 那你却念了十万遍的那什么佛号 什么本尊 你也不会跟你老婆讲一句我爱你 恨他恨得痒痒痒的 我的前夫 所以有时候各位 我必须这样告诉各位 因为我发现有些人学佛颠倒了 邪见了 恨到恨 拜到拜 然后跟他一点修行关系也没有 这样就没有用 修行一定要真实地对峙自己的身心 真实地愿意去承担众生的苦 我们都是跪着忏悔的 比较多了 而且我们跪还上面不能有地毯 免得你不痛 不痛没感受 我们以前受戒都跪在水泥地 然后痛得牙痒痒的 快翻脸了这样 但是这样才会 这个痛才会生起惭愧心 而且这个痛会让你的冤心在主感受到 哎呦 这么痛你还在跟我拜 他就可以 因为我们的心量不够 所以我们用这个身体的苦行 来折服自己的傲慢 这样 这也是个很好的方法 有些人说要受戒 他并没办法得戒 听起来很简单 因为他的业障太重 心态有问题 所以样子是来参加持戒 但是有些都没办法得到戒体 所以有时候我们受戒都会去多受几次 就怕自己 我认为我受菩萨戒 我也很喜欢受戒 我灌顶我也要去 有些人都因为灌顶没有菩提心做基础 你得不到灌顶 但是菩提心都困难了 就像八观灾戒 如果你没有真实的一点惭愧心 出离心 你要得到戒体也有困难 所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很认真吧 我们就希望各位无界全受 那有些人为什么不受呢 就是福报不够 再来业障 观念出问题 就像吃素一样 那有些人就是不吃素 这样 那有些人就是要吃素 那就因为为什么不一样 这个没有所谓标准不一样 这是思想的问题 佛是平等的 所以 但是因为每个人自己的业障 他看法不一样 那就没办法了 好 那各位了解 何况各位是发菩提心 那更要不但自己受好 还当愿众生 而且自己功德要圆满 回向给众生 甚至你心里想一个 愿我敬畏来祭 那这个力量就很大 你要发这个愿 你下辈子就会生在一个五戒家庭 从小爸爸妈妈就带你去受戒 因为你发的愿嘛 特别是会今天受八万摘戒 所以 大乘佛教讲的都是敬畏来祭 敬畏来祭 不是这辈子皈依 各位要不要下辈子也皈依啊 当然要啊 所以你是这样的敬畏来祭 直至菩提 我们都做善保弟子 但是站在传戒上是这样念 但是站在心态上 各位观想的是敬畏来祭 那么站在戒法当然就是说 尽行受 但是内心想的是当愿众生 为他们敬畏来祭 这样是最好了 各位发给愿 下辈子不要穿结婚婚纱了 那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我们要穿的是袈裟好不好啊 那才快乐啊 所以我这辈子虽然有结婚 不过结婚那天真的有点勉强啊 那时候我就是像演一场戏一样 一点快乐也没有啊 但是这是我的因缘 那这样当然对我学佛 后来体悟佛有帮助 因为那就算穿一个犯人的衣服一样啊 不再自由了 奴人今以寿三规五界 尽当发四红四愿 那才符合菩萨道 菩提心为了众生 这个四红四愿啊 各位最好每天都念一遍 我们吃饭也念 为什么为了度众生才吃饭的 所以每一个动作之前 我们都会念一遍 如果念完就四句念不完至少念四个字 念一下 当愿众生 就是说你穿衣服也当愿众生有衣服穿 你吃饭也当愿众生有饭吃 你用钱当愿众生都有富贵 一切要把我们的思想 变成一种利他的思想 所以那你每天就修了太多次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的前行是在生活里面 你洗手上洗手前 穿衣服吃饭走路开车 都有个祭送跟个咒语这样 那你要念 因为它要让你的方方面面 都变成跟生活合为一体的菩萨道 这一点要强调 因为我发觉有些菩萨学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当然是佛法 但是它跟现实生活比较脱节一点 因为学的大部分是出家人在用的 所以我只是劝各位 当你学藏传佛教可以 但是你要分清楚你是在家人 你要学到可以用在你的先生太太 儿女身上的法 而不要全盘 我们是吸收其精华了解吗 而不是说我全盘学 我就不学那个 那你就吃亏了 南传佛教 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的精髓 我们都要学到 何况是天主基督教的这种 他们的宗教的一些好处 我们也要知道 跟学习 但是千万不要学了一法 而放弃其他的法 这个叫傲慢 甚至是个邪见 对你伤害会很大 所以要能够用 所以汉传佛教 因为我们汉人 所以在生活上怎么修行 所以走路吃饭都是用菩提心在射手 都是讲的当愿众生 要这样来练习 所以我希望各位下回有机会 在短期出家七天 学一种菩萨的修行 就是说你每一个动作思想 都是符合菩提心 要把它练习好 练习好 然后让这个菩提心 让这个利他的心 空性就融入在你的不管任何时间 包括生老病死都怀着菩提心 空性 这样你就不会抱怨 你就会爱健康怕生病 担心什么 因为你发生事情 你马上又离开佛法 那就不行了 所以要养成习惯 在日常生活里面用佛法 既已发心受戒 因之戒的福德功德不可失忆 因戒是一切善法之基础 我讲一句话 我每次都讲 我以前有个徒弟叫战孔 他是个死刑犯 后来在监狱 学佛了 忏悔 表现很好 后来还被假释了 被假释了 后来就跟我出家 他出家功德很大 因为他出家以后 就送他回监狱 渡监狱的人 因为监狱的人 没有像他这么老大 他真的是在台湾南部 喊一句话都可以动的 这种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以前我出去 他带着他的兄弟 站我旁边 我又不是黑道老大 我跟他说 你们不要跟着我 他说我们老大拜你 我说不一样 这不一样 人家会怕我的 但是有些事情 我还是请他助理 因为有些事情 有一些寺庙要被抢了 有一些不应该的人抢寺庙 我就请他们去巡逻一下 就没事了 以刺拔刺偶尔要用一下 但是他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后来一定要出家 因为他出狱以后 他当然很虔诚 有一次他在路边看到有人被 车子撞 然后冒血 如果不止血一定会死 因为救护车没来 然后他就手按在他的冒血的地方 他说我许登雄啊 以不杀生的戒回向给你 希望你的血止掉 他就停了 停了以后 不可思议到救护的那个人活 所以他就来出家了 他说师父持戒功德 我说你才知道 一条 他说我过去杀了这么多人 无所谓 他以前都是拿那个西瓜刀 来赌博 不赌我就 赌博就是脚给他钱 一定要赌输的 很蛮横的 在路上放土字炸弹 你杀石车要做生意 你不交钱 我就啪就给你炸掉 多狠这样 但是那是他的过去 但是后来学佛 他比任何人都还虔诚 他那种虔诚啊 以前的小弟欺负他 叫他拿大病 他都拿 他都不生气 后来他收了很多这些吸毒了 出狱以后 都收在他那边欺负他 骂他 他都忍 他都忍 因为他说 这个人在替我修业 这样 所以这样人家很佩服他 非常佩服他 180度 像迷热日巴一样的改变 后来他求生净土 但是他一辈子身体不好 因为他叫人吸毒杀人 所以他一辈子都在 就在苦 病苦的磨难 至少他很认真活到七十几岁 这样 跑遍很多监狱 把他的亲身经验告诉别人 所以呢 这个戒不可思议 因戒是一切善法之基本 由戒而得定 各位持戒 持戒了你心才能够专注 不会乱 那心专注才可以了解真相 叫慧 就会看清楚真相 由戒而定而发慧 由慧而得解脱 所以各位要得到解脱 乃至成佛 就一定要持戒 故隐依教奉行 所以我现在问各位 各位要打能依教奉行 好不好 要打大声一点 你这一念 等一下外面排位就超度了 因心在主就原谅你 因为你决定这样去做了 而且我们伦敦少林寺 各位不要看 这个是一个寺庙 对不对 而且是汉传的一个 很好的传承的寺庙 这是有加持力的 当然各位也要多到少林寺 来做做义供 好不好 来这边烧烧地 当做是自己的家一样 当做自己的家 像我 我这个海字辈 我的第二代叫战 我的师父叫儒 师公叫真 真儒海战吉 我们是少林寺最古老的草洞中的传承 所以我来少林寺有那姻缘的 所以我们是少林寺的传承 各位也是少林寺的弟子 所以我们打的是心灵少年 修忍辱修慈悲 那是各位要去学学武打也可以了 念身体保护众生 好 如果你是真的决心要受这个戒 真是太不可思议太有福报 因为你不可能堕落恶道 生生世世 你一定富贵做天王做人王 这是一定的 因为慈戒的功德 我这样说是鼓励各位受 因为有些人说 我跟着念念 反正我就做不到 至少还有一点福报 但是至少各位能够真实去做 我也认为说你要做到100% 有时候有一点困难 但是事实上哪一天不小心 犯了一点小小戒 赶快忏悔 但是一直往这方面努力 因为我们是生在一个末法时代 甚至邪师 邪法 那些末法已经 正法已经沉下去了 都叫末法 能够念念都有福报 但是如果说要守得非常圆满 我也觉得有时候不太容易 真的不太容易 但至少各位要时时刻刻 在末法最主要的心态是惭愧心 惭愧心 所以有这个惭愧心 那么来慈戒 然后对极乐世界 对诸佛菩萨的信心来加持 因为我们就 就像你现在已经得癌症了 腿不能走路了 还叫你去跑步一样 末法就是这样 所以 但是我们也不要去批评 外面很多不好的说法 那我们因为这是末法 他们福报比我们差一点点 因为他们没办法了解正法 那事实上修行就是 皈依 五戒 十善 这个就是最标准的正法 如果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守五戒十善 这个世界是不是世界和平 不用关门 不用警察 是不是 这是最简单的 那些学佛也不要好高无援 五戒十善不做 大家追求比较高的法 比较殊胜的法 比较特别的法 那这是 这是没办法的 这个是错误 所以我们如果 这辈子能够影响几个人 守五戒十善 那已经很不错了 好 所以各位 以这样的信心 惭愧心 来守戒 所以我也希望 你都喊能词 好不好 虽然可能没有一百分 但至少就朝这个方向 再努力了 当然有时候你真的做不到 但是你至少在八观灾戒那一天 又把它恢复圆满 八观灾戒你守好 五戒十善一定圆满 有这个意思了 养成一个习惯 不要骂人 好不好 真的要好 你儿子做坏事 要不要骂他 不要 买糖果给他 我是这样被教育长大 我很感谢我的妈妈 真的 他是用这种教育 做坏事的时候 他不骂他 只是对你好 某一些事情他会生气 比如说筷子拿的不好 吃饭有声音 他就很严格 因为他这个是威仪 的日常生活 所以要筷子拿不好 一定跟你爸妈不好 要有教育 你自己也不想学 所以各位要用这种方法 善言安慰 那我爸爸呢 做对也骂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讨厌的 因为他是日本教育 所以两个不一样的教育 但是各位既然学佛了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用自己的 要用佛的 这个人就是观念不好 不好 我们更要讲话 更要善言安慰他 让他对你有信心 所以说我昨天去印度教 印度教好不好 我当然要说好啊 还不失钱 下回来说你来伦敦 这边就给你用 OK啊 那下回我们去他们寺庙 办讲座好不好 印度教很好啊 就是讲英国轮回故事就OK啦 再加上一个火供就OKOK 那这个我们都会啊 然后他们就会很快乐啊 希望他们升天嘛 要发愿啊 如果我在二口就牙齿痛 如果我在讲是非就左边 如果骂人就右边 很准的 那你才会知道 讲话一定要对对方有帮助 不要随便聊天 不要旗语讲那些 有的没有了 就像我们占将法师说 还有人讲黄色笑话 对不对 各位不要这样 但是只是一种方便 我未来引导对方学佛 讲一些对方喜欢听的 那是一种善言 没错方便 目的就是学佛啦 我们来背一下好不好 背一下 总共七 七个字 十段 背一下 翻过来 143 到时候第四行 救护生命不杀生 给师之才不偷盗 长学犯恨 就把诸佛这两个字取掉 不邪淫 说诚实言不妄言 我们 念一下好不好 念就把它背下来 开始 救护生命不杀生 给师之才不偷盗 长学犯恨 不邪淫 说诚实言不妄言 和和彼此不两舌 善言安慰不恶口 做利益语不其语 常怀舍心不千贪 恒生此敏不称慧 正信因果不邪见 每天 拜托各位这七天 每天念七遍 好不好 那你就背下来了 好 那你走到哪里 多劝人家 怎么做 你已经把人天善法 做得很圆满 用菩提心来做 那更是大功德了 那站在菩萨道 做什么事都要发愿 持戒是短短的 乃是一辈子 但是发愿是敬尾来祭 为众生 所以大家要跟着发愿 那当然这发愿的内容 上面有写 观无量受佛经说 修十善业 为三世过去现在未来 一切佛成佛的敬业的正因 各位要不要成佛啊 所以要修五界十善 所以以这个持戒的功德发愿 愿当来不会堕落三个岛 八难边地 愿自己生生世世 身口意三叶清净 将功德庄严 进行圆满 将来能够往生极乐 念奉弥陀 而且供养所有的佛 所有的佛亲自跟你授记 说你未来在什么世界 可以成佛怎么样利益众生 那时候呢分身百千万亿 一个人是不够用的 各位你要在英国度众生 你至少要画个一千个啊 对不对 那在欧洲也要画 在第一道也要画 所以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 所以但是你从极乐世界 再来十地菩萨以后 那就可以分身了 所以度脱一切 普愿众生就近成佛 我们今天功德特别大 我们受八万灾戒 大家真心的受五界十善业 甚至听我们佛法 如果每天能够用这样的心 然后呢来回向给众生 你走到哪里 哪里都发光 所以走到哪里 那个地方就会净化 那我想这是我们的目的 因为现在希望大家 多一点放下世间 多一点 然后呢专心的来修菩提心 这样再回到世间来度众生 这样最圆满 好 阿弥陀佛 有点赞 合佛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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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业人 善恰人 人就是转发 转发 你只要转发 让你做皇帝也同转 做上帝也是转发 所以呢 帝家 鬼道 畜生道 人道 阿修罗道 天道 都是转发 转发 转发 叫做转发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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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转发 叫做中心就是中口 所以黏著人 就是希望转发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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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生起一个正确的发心 不能再患 不能再发 淅心 清心 悟气 五万 极度怀疑 我们人就是因为幽默 没有办法圆满的欲望 所以我们一直沦回 天堂就是骄傲 在享受幽默 看不起其他堂的众生 受到在怀疑万分心里面 地隔堂在清分海众生心里面 所以说 各位 你如果在头上痛 意思是你常常让人头上痛 你如果膝在痛 代表你过去让众生膝痛 都是由于这里 你如何众生疼痛 你收的口就越大 你过去很爱撒心吃肉 所以你就倒台在清洗堂 在弄台 在弄家 在弄煮 这样就有了解吗 很简单 你在那几桌 你就是很爱钱 不要補养 很健康 所以你在英文没空 吃没空 大没三千 所以呢 你就在几桌里面 所以各位 有衣補养 衣補养 因为有事物 保持事物 这样你就不会倒台 在恶鬼堂了 就算有的 有业佈倒台 在恶鬼堂也好 还有恶报 有的鬼也在摆 叫做有裁鬼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禄斗轮回的众心 都有一个正确的发心 叫做禄斗心 破体心 在信音各个范围里面 这样有一个禄斗 破体心 又了解空性 所以大家都发现破体心 既然禄斗的众心 都乖近脱离痛苦 乖近翁心 使用过的世界 这是我们外调的意义 这叫做主逼 学佛慈悲就是要帮助众生 也找到正确帮助众生的方法 方法 你有时要做疑心非常好 但是你不能躲在那里 撒在乱寡 撒在乱祖 你有悲心还要有智慧 那这个智慧就要学习 要参访 那这两个都圆满了 你才能是成为一个圆满的医生 但是小肝的疑心 有得以你的脑袋 没得到解脱你的生死 你如果在乱笑 它是油把你投给你乱来 那时候你就变成脑筋混沌 它没办法治疗你的精神问题 所以那是佛代仰 有得帮助一切的众生 为什么要成分 你才会发现 王妈在背面好 会这种的破体心 祖鼻跟地悔 像观神菩萨的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念 王妈在背面好 我们就是要发现这种的心 我们也希望 帝到鬼道 听到我们在念 它都发现这个心 它发现这个心 马上就超度 马上就超度 马上就脱离地下 马上就脱离恶鬼道 因为它发现这种心 佛菩萨就有力量给它救了 像阿弥陀佛 要救每一个轮回的重心 但是你要对阿弥陀佛有信心 你要对阿弥陀佛有信心 阿弥陀佛有法度 把你拉起 用脸灰给它接 你对阿弥陀佛没信心 阿弥陀佛有更大的力量 就没法度 所以我们只要发现 一个信心 普通心 王也在背面好 还要帮助众生 还要帮助自己 将来我们也有法度 翁身适适适的世界 所以我们要常常念 如果你想想起 你起烦恼 感觉很艰苦 我平大受盈了 我要来反省了 我这样受盈了 还要去打拼 代表你心乱起了 你要冠近 念阿弥陀佛 基教祖佛佛祖的 祖鼻心加起我 让我的心跟你们同样 有祖鼻心 有地匪 没退转 所以念佛 持久就要救自己的心 要到念佛 你们能够念小孩 念孙 念心 念疼 念不完 你这样烦恼 冠近念佛 转烦心为佛心 转烦恼为菩提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那这样念 那这样念 我只会得和生活 才有自卑的生命 生命的事与你 一同追求真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